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在自己发的图片下面便也恢复给出了答案 这种海鲜名叫鬼爪罗 又名狗爪罗 而也有不认识的网友特意去找资料科普的一番 发现这个狗爪罗价格昂贵 一般人可吃不起 因此这名网友说 自己只能买得起海鲜壳 我们没见过口爪罗也不足为奇 因为它主要是欧洲人的海鲜大餐 葡萄牙与西班牙人 将它称为昂贵精美的海鲜 至于价格 美金大概在2000元左右依据产地与季节定价 看来黄宗泽在饮食上很讲究 不仅要吃的健康 更要吃的精致 嫌疑者 因为要饶夜看世界北 黄宗泽便靠赏自己 做了一份豪华版螺蛳粉 看他放的这个超级大虾 估计也是上等品吧 平日早餐好一份吐司 也要讲究食材搭配 橘子酱吐司 看着就流口水了 像黄宗泽生活得如此精致 对饮食要求如此高的男明星不在少数 杜海涛曾在微博晒出一碗面时 表面上看着碗面做得毫不精致 不过面旁边的红色饭盒才是重点 网友知道杜海涛的饭盒应该不便宜 好奇的吃瓜群众去网上搜查一番 发现那款饭盒竟要650元 杜海涛面吃的贵 而陈冠希吃的水果很贵 了解冠希哥的人都知道 他不但喜欢吃水果 也会经常晒水果 这些水果大多都很漂亮 也很昂贵 陈冠希吃的草莓是从日本进口的 毛宝售价650元余可 而他平日摆出两盘水果的价值 便高达1000美元 可以说很多人努力上班 一个月赚了钱 都买不下陈冠希这两盘水果 这里并不是说明星喜欢炫富 只有某人的水果 我们在赚后 做得越多了 我们在赚后 要试镓默安 这些房子 也会有足够的要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